中国驻菲律宾使馆于今天下半期治癌 昨晚 河南航空有限公司一架客机 在黑龙江省依春市降落时发生事故 事故发生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 立即率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卫生部 安全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统治 连夜赶到事故现场 指导抢救 善后处理和事故调查工作 昨天晚上 河南航空有限公司一架客机 在黑龙江省依春市降落时发生事故 这起空难发生在昨天晚上9点36分左右 失事的是河南航空公司一架由哈尔滨飞往依春 航班号为VD8387的飞机 飞机在接近依春临都机场跑道的时候坠毁 机上共有96人 其中包括91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 乘客中有5名儿童 目前已确认有42人遇难 这期事故发生之后 消防医疗等救援人员迅速到达事故现场 展开了救援工作 据了解 这架飞机是在接近跑道时发生断裂 随即发生燃烧和小型爆炸 机上有乘客91人 机组人员5人 飞机失事前 飞行人员与地勤人员沟通 请求正常降落 飞机拦腰折断后 有部分乘客被甩出机舱 遇难者主要集中在机舱后半部 事故发生后 一春市启动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出动了40部消防车和救护车 1000多名救援人员展开地毯式搜救 54名生还人员被陆续送往一春市四家医院 黑龙江省各地医疗专家也紧急赶往一春参与救治 我现在是在一春市的第一医院 这个地方收治的伤员最多是31人 现在每一个伤员基本上是一个医疗组来进行救治 有7名重伤员仍然在抢救当中 刚才对相应的主治的医生进行了采访 他们说这7名重伤员目前的生命体征还是比较正常的 根据最终核对 客机失势造成42人遇难 有关部门已经公布遇难者名单 据了解 河南航空8月10号刚刚开通 哈尔滨至一春往返航线 失势飞机型号为ERJ190 是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研发的新一代喷漆客机 核定载员108人 目前 这家公司已经向一春派出一个技术人员小组 协助调查飞机失势原因 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工作组 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 今天上午到达了一春空难现场 来看本台记者王小杰跟随工作组发回的最新报道 我现在就是在空难发生的现场 在这里距离前面 一春机场的跑道也就只有一公里左右 在今天上午7点半 我们跟随民航总局的工作组 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基本上性能情况已经是这样了 遇难人员的这种遗体已经清理完毕 而受伤人员已经转移到了一春市的四个医院进行救治 由于在今天凌晨这个一春的天气状况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们跟随民航总局的专家组 今天凌晨两点从首都机场起飞以后呢 是被迫飞到了加姆斯机场进行降落 然后再从加姆斯转乘汽车来到一春 早晨我们初步勘察了一下 大概从这个飞机残骸的部位向后退一公里 就有树梢被刮了 这是一个基本看到的一个情况 事故的调查呢 在这个之后马上就要展开 我们已经成立了六个专业的组 对事故包括飞机的驶航性 飞行的这个情况 还有空管公安等等方面 六个组都已经成立了 那我们现在初步的分析 可能会是什么原因的 这个事现在说还为时太早 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惯例 正式的结论 大概要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说现在还很难说 我们会随着事故调查的进段 逐步来向外发布排除的信息 另外今天凌晨四点钟 河南航空以及其合营股东 深圳航空的一百多人工作组 已经赶赴一春 配合政府部门开展善后安抚 及保险理赔等工作 另外为了全力处理事故 保证不发生新的意外 深航决定河南航空所有航班 今天暂时停飞 何时恢复将另行通知 已经购票的旅客 可以和机场售票处取的联系 他们将妥善安排旅客的行程 关于一春空难的原因分析 民航总局事故调查专家小组 现在已经结束了 对事故现场的首次勘查 目前正在进行内部会议 下面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王小杰 杨姐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很想知道会议的最新情况 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是这样的呀 我自从今天凌晨跟着调查组 来到这个一春以后 在今天上午的十点左右的 事故调查小组 是结束了对于事故现场的 首次勘查 现在所有的事故调查组的专家 都集中在了一春市候机厅的 一个会议室里进行闭门的会议 那专家们所告诉我 现在一些最新的消息 就是这个失事客机的黑匣子 目前已经全部的找到 此外啊 失事客机的机长 目前是生还的 他呢 现在正在我身后的这个 鸡村市的第一人民医院 进行救治 所以黑匣子和全部找到 同时机上的机长 以及部分的乘务人员 是生还的 是为将来的事故调查 提供了一个相对清晰的线索 但是专家们同时也告诉我说啊 关于民航客机的这个失事的事故原因分析 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过程 也就是说这个事故原因的结论 可能要相对到几个月 甚至是几年才会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结论出来 那此外 主持人是想告诉大家啊 就是在我们这一次这种空难当中 有54名乘客是受伤了 现在呢 54名乘客当中 有7名人员的受伤相对严重 他们现在都全部集中在这个 鸡村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据我刚才所聊的情况是 今天上午已经进行了三台手术 此外呢 加木斯市中心医院的30多名医生 带着呼吸机 以及各种的医疗设备 现在也是来到鸡村 和鸡村的这种医婚员 共同对我们这些伤者进行救治 而至于这7名重症患者以外的 其他的伤员呢 目前伤情相对于都还是比较的稳定的 然后我在这个后支援楼里 见到了一位受伤相对轻一点的 这个生还者 他告诉我说啊 在这次飞机降落的过程当中 他们并没有感觉到特别的异样 但是到了飞机落地的一刹那 这个飞机颠簸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是位于这个飞机的后仓部 在飞机的后仓部有20多名乘客 其中有一名乘客是很迅速的 把后仓的舱门给撞开了 所以他们在位于飞机后仓的20多个人 都顺利地得以逃生 而当他们一下到飞机的时候呢 就看到了当地的救助力量 正在等待他们 回忆起这个失事的过程啊 相当地记忆犹新 但是我看见他目前的状况还算良好 因为他已经是可以在病房里自由地走动了 好的 谢谢小杰的报道 我们对事故的原因的调查也会进一步的关注的 谢谢您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新闻30分 本台消息 今天上午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16次会议分组审议了 广受社会关注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 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本次草案给予充分肯定 并且表示 这一草案体现了成熟的立法技术与内容 使得法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来看分组审议时的具体情况 对于百姓热议的 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 追逐竞逝情节恶劣的 处居役并处罚金这一条款 有委员表示 应当加大打击力度 醉酒驾车属于主观犯罪行为 无论情节恶劣与否 都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也有委员建议 由于醉酒驾车 可能在某些情况下难以认定 草案应规定 无论是醉酒驾车还是酒后驾车 只要是造成严重后果的 都应当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对于引起社会关注的草案中提到的 对已满75周岁的人 不适用死刑的条款 有委员在审议时表示 这充分体现了宽严相继的刑事政策 进一步完善了刑法中 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 也有委员表示 这一条款规定较为宽泛 随着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 应当合理设定年龄门槛 同时应当充分考虑犯罪情节或危害 再考虑是否适用死刑 审议过程中 委员们对如何在具体条款的规定中 更好地落实宽严相继的刑事政策 对植物犯罪罪犯的减刑 进行严格规范限制 加大对商品流通环节中 单位受贿的打击力度 加强对危害公共安全 金融安全 国家安全的网络犯罪的惩治力度 降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入罪门槛 提高对于恶意排放污染物 危害环境犯罪的刑期上限等问题 也给予了关注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 让我们看到了法治不断完善的进程 看到了法律正义和百姓安全 得到保护的理念 新罪名的增设 仅仅是完善法治环境的第一步 加紧规范权力运行 加强执法检查 让执行力同步跟上 新的法条才能真正地发挥其威力 我们再来了解 州区中小学学校开学的情况 今天上午 州区县的中小学全部开学了 除了高中以外 共有2500多名学生入学 来看本台前方记者发会的报道 新学期以升起意识开始 但对于州区灾后的孩子们来说 新学期的升起意识 意味着更多的开始 更多的希望 为了让师生 尽快回到正常的教学和生活 州区教育部门特别安排了 灾后心理辅导课程 考虑到部分学生家庭受灾 当地教育部门采取了 专门保障措施 为了保证学生们 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原本安置在学校里的灾区群众 今天一早开始陆续 向第二安置点转移 这里是甘肃州区县的第一中学 从早上六点钟开始 居住在学校里面的受灾百姓 就已经开始陆区搬仙 前往距离四公里以外的 受灾群众二次安置点 昨天下午 甘肃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据介绍 州区灾后恢复重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已在22号编制完成 并通过了国土资源部的专家评审 另外技术专家查看表明 州区县城三眼玉水源地水源没有受到污染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 要注意防范寒露风和病虫害 东北秋凉主产区 则要注意浮秋汗和早霜的影响 今天 州区灾区中小学校全面开学 此前安置在学校的受灾群众 也将在今天 全部搬进新建的集中安置点 这里是甘肃州区县的第一中学 从早晨六点钟开始 居住在学校里面的受灾百姓 就已经开始陆区搬仙 前往距离四公里以外的 受灾群众二次安置点 兰州军区某集团军 从凌晨开始帮助群众进行转移 并在新迁入的安置点 设立医疗服务站 这次迁入的二次安置点 已经全部建设完成 总计搭建了一千顶帐篷 能满足近两千名受灾群众的 过度安置需求 8月25号 州区灾区的一万多名中小学生 是采取异地就读 以及临时集中安置的方式 实现了中小学生的 全面开学复课 由于校舍受损严重 乘宽一小二小的学生 被集中安置到州区一中上课 开学第一天 三千多名师生 举行了简单庄重的开学典礼 州区一中的三千零四十名高中学生 异地安置到兰州定西就读 新学期已升起意识开始 但对于州区灾后的 孩子们来说 新学期的升起仪式 意味着更多的开始 更多的希望 为了让广大师生 尽快恢复正常的教学和生活 各学校开学的第一课 都安排了灾后心理辅导 和防灾防疫知识的内容 没有清除的工资 全部呢我们由政府全包了 那么学校呢又专门设置了安置点 对特殊空难的家庭的学生们 他的吃 住 包括生活各个方面呢 都进行了多少的安排 昨晚22时州区白龙江南岸 瓦场桥至三眼域长一公里 宽四十米和满足大型工程机械 展开作业的工作平台顺利合拢 这是兰州军区某集团军 摩布旅的官兵苦战十一昼夜完成的 对白龙江书骏将起到关键作用 8月8号早5点多 刚从玉树抗震一线回到营区 仅8小时的官兵 又接到命令赶赴州区 我们就是要发扬顾全整体 严守纪律 自我牺牲的邱少云精神 在困难面前充分在前 永挑重担 近日四川省青川民兵代表 专程到医院 看望了在州区泥石流灾害中的 幸存者流马信贷 是他们将被泥石流掩埋了 近60个小时的流马信贷 成功救出 创造了生命救援的奇迹 8月9号凌晨40 9小时奔袭380公里的 青川民兵抵达州区 成为跨省异地救援的 第一支民兵队 九天中 他们不仅科学失救 还开挖土石300多立方米 防疫2000多平方米 装卸转运大批救灾物资 江苏宇润集团董事局主席 祝一才 发展企业的同时 不忘回馈社会 带动大批农民 增收支付 8月18号 宇润集团向甘肃州区灾区捐款 支援灾区救援和家园重建 近几年来 宇润集团在各类慈善活动中的 捐赠金额已超过1.5亿元 企业在这个关键时刻 我们能有多大力量 我们就贡献多大力量 危难之时 浮危即困 平时发展中 宇润同样讲究回馈社会 作为一家与农业联系密切的食品行业龙头企业 宇润集团以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户手中的蓄产品 确保在随行旧市的情况下 以高于市价1%至1.5%的价格收购育肥猪 帮助农民降低经营风险 2009年 宇润的生猪屠宰产能达到2555万头 直接带动 并向遇难同胞亲属和受伤同胞表示深切慰问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4号 也致信香港特别行政局行政长官曾应全 向遇难同胞亲属和受伤同胞表示慰问 胡锦涛和温家宝联署的慰问店说 文西在23号菲律宾马尼拉市的截止事件中 八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 多人受伤 深感震惊和悲痛 仅对离难同胞表示沉痛哀悼 对离难同胞家属和受伤同胞表示深切慰问 并祝愿受伤同胞早日康复 习近平的慰问店说 今夕在23号菲律宾马尼拉市发生的香港旅行团 被截止事件中 八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 多人受伤 疏感悲痛 仅此向离难同胞表示哀悼 并请转达我对离难同胞亲属 和受伤同胞的深切慰问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香港同胞 菲律宾遭劫持事件 截至目前 已经有两名获救的香港游客 于24号夜间乘机返回香港 另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消息 在这次菲律宾劫持事件中 遇难的香港同胞的遗体 部分商员以及家属 将于25号 也就是今天 搭乘香港特区政府的包机返回香港 相关的情况 请看随同中国政府 赴菲律宾工作组采访的 本台记者肖五名发挥的相关报道 今天上午 外交部赴菲律宾工作组 香港特区工作组 及中国驻菲律宾使馆 与菲律宾方面 就在截止事件中 预案香港游客遗体 及商员反港事宜 继续举行磋商 落实有关细节 菲律宾内政部长罗维托 专门改参加了磋商 他遵促菲律宾有关部门 落实相关工作 据了解 运动遗体 部分商员及家属的 香港特区政府包机 预计一下午五点 从马尼拉国际机场起飞 更约晚七点左右 抵达香港 除少数重生员及家属 需留在菲律宾继续治疗外 此次事件中的香港游客 将有望全部返港 启程前 在机场将举行 简短严肃仪式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 外交部工作组 香港特区工作组 以及三忙人员家属 将出席仪式 香港特区政府 也将在香港机场举行仪式 特区政府报言将主持仪式 为表达对截止事件中 遇难中国香港同胞的哀悼 直达换处 行程保护层 迅速缓解胃痛 走开吧 打席指胃痛 一脚就轻松 德国拜尔 北京时间7点22分 各位早上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经中国民航局批准 春秋航空公司从本月30号开始 对散客发售上海到日本辞城的航线 每周三班的机票 而最低价格则是仅有312元人民币 春秋航空180个座位的航班 将有大约50张机票面向散客发售 价格分别为936元 624元和312元 其中312元的机票每天18张 不过这样的低价机票 也让一些乘客产生了恐惧 我不敢做 因为其他的航空公司的价格是 比较高吧 薪水也会高一点 312块的廉价机票 只能在春秋的官网上提前购买 春秋表示 本意是希望低价策略 能够像影响国内航线一样 给中日航线的机票价格 带来一定的冲击 从上海到石家庄航线 本来的这个价格 市场价格都是比较高的 自从我们介入了之后 这个航班的整个航线的价格 也基本上是下降了两折左右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上海非日本的机票 一般单成2000元 每天的航班总计有近4000个座位 以春秋目前的航班量 想撼动这一价格基本上不太可能 那它对18个座位 占到总量的0.5%都不到 所以这个影响应该说是微乎其微的 东方卫视记者何晓 上海报道 最近上海淘浦地区的居民们 纷纷向交警部门反映 有不少货运车辆无视交通法规 一到夜间就频繁往来与居民区旁的 进行道路 巨大的噪音声响让居民们无法入睡 对此普特交警进行了突击整治 晚上10点 记者跟随交警来到居民反应 最集中的五威路上 发现不少货运车无视禁令标志 一辆接一辆地从这里驶过 结果被设下民警一一拦下 外地货运车和本市的大型货运车 不能进来知道吗 这是违反的禁令标志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被交警拦下的司机们 大多经常往来此地 对这里的地形和交警部门 划分的准运线路非常熟悉 无视禁令只不过是为了超禁路 省点油钱 对于交警部门的整治 附近居民自然拍手较好 但他们希望警方能进一步 加强这一地区的长效管理 有人应该经常来往往 这个连连在他们没得用的 我们将从集中整治 跟热厂管理相结合 杜绝这是老民 把老民的现象压力到最低 25号清晨 一名男子在偷窃自行车的时候 被民警抓了个正着 而与往常不同的是 民警是通过设在街面的视频探头 发现盗窃行为的 据了解 目前上海警方将会加大 对城市监控探头的利用率 从以前事发后找证据 向人机互动视频巡逻发展 也就是说 今后在犯罪活动的身后 又多了一双眼睛 早上六点多 长宁区江苏路派出所民警 通过路面监控探头 进行视频巡逻时发现 一名男子行为异常 只见他撬开了一辆自行车的锁 若无其事地把车骑走 观看监控的指挥室民警 立即部署接面警力 在相关路段守候伏击 果然不久就将这名男子抓获 此时距离他作案不过七八分钟 据悉通过视频监控抓现行 是上海警方依托世博安保新装的 一大批路面监控探头资源 提高打击违法犯罪的新尝试 例如长宁区2000多个探头 实现了区域面积330个路口的全覆盖 我们每天有警情通报 警情分析 接面犯罪高发的地点 进行通过探头进行监控的布控 而宝山公安分局经过分析论证 得出了12分评工作法 即每一个民警同时监视12个监控屏最高校 并以此部署警力24小时视频巡逻 另外黄虎区还通过监控探头 扩大安全护校的范围 记者袁文艺报道 昨天下午上海桂平之路的樱花园小学 发生教学楼加固施工工地漏电事故 一名工人无形身亡 据当班工人介绍 事发当时两人正在樱花园小学 教学楼三楼施工铺设电线桥架 其中一人爬上梯子施工 另一人在旁帮忙 突然梯子上的工人大喊漏电了 梯子上他扶着瞧瞧 他说有电 我马上我就插着爬掉 把他们的总队也爬掉 我过来他也摔下来了 触电的工人大约30多岁 四川人 事故发生后 工友立即拨打了120 将伤者送至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据及救人员介绍 工人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 北京时间7点28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 下面加丁来介绍一下 最新的交通和气象资讯 好的 刘洋 各位观众早上好 接下来看看目前的路况信息 和天气资讯 我们看看金州上海的几个主要通道 先来看看东西向的 沪庆明高速和沿路高架一线 这里目前 沪庆明高速方向是这里的 处程的方向 车辆还是比较多 但是没有产生拥堵的状况 车流还是正在逐渐的增加当中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这里 护加高速 中环线和它相交的地方 这里是护加高速的出口的地方 总的来看 无论是中环线的外圈 和护加高速扎到口 都是交通比较正常的 金州上海的护加高速 是交通比较正常 再来看看沪庆高架 沪庆高架这个地方 是往浙江走的 我们来看看这里的交通情况 往护航都可以这里通过 那么这里发觉 进程方向车辆逐渐在增加当中 出程方向是比较畅通的 米夏得出结论 三个进出上海的主要通道 主要是护清平 还有护加是正常的 但是护敏高架 往护旺高速走的地方 进程方向车辆比较多一些 过一会之后 时间的退移 有可能交通流量会有些变化 接下来看看天气情况 上海今天是多云 午后到夜里 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 提醒您注意的是 局部地区雨量 可达到的大雨程度 片南风是三到四级 雷雨时阵风会有七到九级 风向偏北 今天最高温度34度 再来关注一下 上海地区上下班时段的天气情况 上班的时候是多云 气温在28到32度之间 下班的时候是多云 局部会有雷震雨 气温在30到33度之间 另外上海明天 多云转雷震雨 温度在26到33度之间 降水干率是90% 后天多云转雷震雨 温度在26到32度之间 降水干率90% 以上就是这一段的 周通和天气资讯了